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说到五花肉,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红烧肉 确实,红烧肉是一道非常经典的硬菜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的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五花肉的新吃法 这个五花肉的新吃法做出来之后 肥而不腻,肉香爽口,闻着就特别的香 看着就特别的诱人 而且做法超级简单 首先,我们先把买回来的五花肉清洗一下 把五花肉表面的灰层杂质都给清洗干净 再放回案板上 我们把五花肉切成小段 五花肉可以买这种五花偏瘦一点的 最好是五花三层瘦肉,两层肥肉 这样口感会更好 切好,先放入锅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生姜 我们先把五花肉焯一遍水 在焯水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 这个时间可以稍微久一点 有利于肉块定型 等水开之后再下锅不利于血水的流出 并且容易把肉一下子烫熟 至于时间,是在锅烧开之后两分钟即可 现在就可以捞出来了 千万不要过久 不然会影响到肉的质感 捞出来之后放在两白开里边 我们把五花肉表面的浮沫全部清洗干净 这样吃起来五花肉就不会再有腥味了 先洗干净之后 先放在一旁晾干水分备用 这会儿我们准备小许的香料 几片香叶 两个八角 一块桂皮 还有刚才切好的葱姜 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锅中来点食用油 跟着我们把晾干水分的五花肉放进来煎一下 记得水分要晾干一些 不然油会乱飞溅 一面煎至金黄之后我们记得翻个面 把五花肉几个面都煎一下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把五花肉煎至表面焦黄 像这样闻起来香喷喷的就可以出锅了 直接放进小锅里边 跟着我们把香料也放进来 用筷子把香料稍微往边上或者是底部剥散开 这样待会烹饪的时候会更加的入味 然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这边把锅洗干净 我们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跟着放入几粒冰糖 我们需要翻炒出糖色 不过不要一味的为了炒糖色而使劲的加冰糖 糖多了口感是偏苦的 并不好吃 用小火慢慢炒出糖色 炒糖色千万不能用大火 不然炒出来也是会有苦味的 炒成这样的焦糖色之后 我们直接倒进五花肉上面 跟着加入滚烫的开水 然后再加入两块豆腐乳 增加五花肉的风味 使其口感更好 再加入一勺红油 然后再加入一勺生抽 少量的老抽提色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之后 再转中火炖30分钟 30分钟过后 我们把五花肉翻一个面 这会儿闻着就好香啊 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出来 这会儿五花肉还不是很软烂 所以不好翻面 我们再继续盖上盖子 小火炖20分钟 时间到了 香烹烹的五花肉就做好了 金灿灿的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把五花肉取出来 稍微放凉一点过后 切成薄片 尽量切的薄一些 这样吃起来就不会腻 切好之后 整齐的毛入盘中 然后可以浇上一点 锅底的料汁 然后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我家特别喜欢这样吃五花肉 看着五花三层肉 吃着也不腻 而且软嫩入味 吃的时候再蘸上碗底的汤汁 那口感真的是绝了 用来下酒下饭都不错 绝对会让你食欲大开的 用来招待客人 也是非常的有面子的 很多来我家玩的朋友都说 非常好吃 一直问是怎么做的 今天就把这道做法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